代電為什麼不是債權 不是通常就跟借衛生紙是一樣的 屁婆婆代電的一百萬利息 究竟是借還是給 徐曉星不只被質疑說法變變變 上直播節目還脫口 拿出百萬如同借衛生紙 比如說借我一張衛生紙好了 你有還過那張衛生紙嗎 沒有嘛 因為你們也回去 為了一張衛生紙去寫契約嘛 言下之意 百萬對徐曉星來說不痛不癢嗎 但這番話似乎跟民眾感受差很大 講借衛生紙是有一點誇張啦 畢竟是一百萬也不是個小數目 一點不食人間煙火 那這種人來當立委的話 我是很懷疑他要怎麼去體諒 一般民眾的心情 有錢人跟我想的不一樣 一百萬對他來說就像一張衛生紙 那為什麼當初這個九百塊的罰單 要跟這個遠景討價還價 民進黨立委黃潔更大酸 徐曉星過去還曾經爆出 為了九百元罰單施壓遠景 徐曉星被質疑 給婆婆的一百萬 沒有如實申報 也有網友翻出 去年選舉民進黨立委蘇巧惠 漏報財產 當時徐曉星炮火超猛烈 一望就是望了六年十個月 你到底是忘記了 還是突然想起來要 我們會再向監察院去監舉 現在換成自己被質疑漏報財產 徐曉星堅持沒問題 但不只這件事被質疑雙標 日前台北市員苗柏雅 踢爆徐曉星時常穿戴精品行頭 網紅四叉貓也翻出 過去他曾將林秉書的穿搭配件起底 還發文大酸秉書的上流生活 這也讓不少網友大酸根本回力標 過去徐曉星如何大力監督對手陣營 現在自己捲入家人設炸風波 也被用同樣標準放大檢視 阿苗 你是始作俑者 真的嗎 你真的很無聊 你竟然就這樣子把徐曉星 哇賽 人設一槍把它打崩 為什麼 因為徐曉星過去的人設是什麼呢 夏天鎖定綿麻的材質 喜歡穿著舒適 輕便的服裝 最喜歡穿假腳脫 上衣是路邊撿到的好貨 五分袖的西裝外套的棉麻褲 是朋友創意的店所選的 他的人設什麼 林家女孩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他 對 那時候還不認識對不對 我沒有要打破他的人設 可是他的人設其實一直這樣 在整個藍軍心目中 甚至在整個社會心目中 他就是早餐店的女孩 他是個力爭善友 他是個平凡家女孩翻身的奇跡 可是現在竟然被你打成一個貴婦的人設 事實上這件事的起點 我要再次強調是因為我們覺得 許巧欣都穿得很讚 太好看了 他的品味不凡 對 實在很想讓他像追星竹一樣 你知道韓國明星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分析說 今天他戴什麼帽子 李敏昊G4款 對 像這個三億李敏昊的話 大家要研究說 李敏昊你戴G4款 深藍色 亮藍色 明星本來就會這樣 那許巧欣也是我們政壇的 很重要的一顆心 所以感覺苗坡亞很怕被告 沒有沒有 我今天要講 律師 對不對 我今天要講的很簡單 就是說這是追星竹 經常有的 對 就是看看我們喜歡的明星穿什麼 所以為了維護全國追星朋友的權益 許巧欣要告就來告 講錯一個 今天王陽明戴什麼手錶 我講錯王陽明不會告我啊 而且事實上呢 我本來有點搞不太清楚說 他為什麼那麼氣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說 鄭浩我覺得你的皮鞋穿得很好看 皮鞋是Fendi的 被網友認出來 你應該會覺得 至少蠻高興的嘛 被注意到了嘛 對不對 我們怎麼會說 生氣之外 還要跳到鏡頭前面 非常的悲憤 我本來不知道為什麼 那後來我想通 後來我想通 因為我不慎 揭發他的違法事實 對不對 因為那隻勞力士 後來他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介紹他七件 他只講一件洋裝 其他六件等於是承認 那慘啦 因為勞力士一支一定超過二十萬 他那隻有賺的 所以就違反了我們公司人員財產申報法 申報的問題 你的珠寶 古董或財產超過單件二十萬以上 就一定要申報 所以徐曉欣被揭發違法之後呢 他一定要趕快來叫揭閉者道歉 這樣才能把焦點轉移掉 他說苗柏牙你怎麼沒有辨認出我的洋裝的品牌 那事實上他叫我道歉的原因 是因為他不希望大家去注意到他財產沒有依法申報的這個事實 這是轉移焦點大法 對 而且第二個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所有人厚貪感慨 是 這個是好事啊 看著我眼睛在講一次 厚貪感慨 這是好事 就是這樣 沒錯 對你會賺錢是好事啊 對不對 你捨得花錢是促進情急啊 所以為什麼要那麼氣 是因為現在徐曉欣進入了一個情境是 他不希望大家認為他很會賺錢 收入支出顯不相當 對 因為現在他剛好卡到說他的家族裡面有人設詐騙集團 對 然後很不幸的 他有一個一百萬的事情 一直沒辦法解釋清楚 對 所以大家一直在問他說請問你跟這個詐騙公司到底有關係沒關係的時候 同一時間被大家發現原來他是生財有道 是 人家就會問啊 所以你這個生財之道到底是什麼 其實民眾也很想知道 因為一般來講我也跟他做過同一份工作嘛 對 我們二零一一一一起做議員 你們收入應該是差不多 收入應該差不多 議員都有嘛 他有上節目你也有嘛 對對對 我比較煩惱啦 其實大家看我每天都穿一樣對不對 昨天這一件 我已經給王時期檢查過了 是U牌 每天都穿U牌 對 那我就很難想像說 到底為什麼他是理財這麼有道 身材這麼有方法 因為昨天其實我們在這邊已經弄他非常非常多新的東西對不對 幫他愛瑪士等等對不對 今天又有更多網友弄出來有他子嘛 有BV Jimmy Cho Roger Vivier 伊松 阿宏 對不對 看到沒有 昨天法文不懂都是撞出來的 今天非常六 對 可是重點來了 你說跟他的收入算一算差很大 沒錯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看到 被網友找出來的 目前已經一百七十萬了 可能衣櫃裡還有更多 大家沒找出來 但我們先不去算 我們只算有找出來的 另外幫婆婆 電付了一張衛生紙 對 一百萬 一百萬 然後房貸一年要還七十五萬 對 存款還可以存 這不是他們賺 存415萬 對 光是這些算起來七百六十萬 還沒有算上其他的吃喝生活開銷 手機費那些東西都還沒有算 手機租率輪送的不用錢 喔 那個網路應該要有錢 因為以他上網應該是吃到飽 是是是 這些所有的每天的生活費還沒算進去 對 就要七百六十萬 如果生活費再加上去的話 也許一年必須要賺到八百萬以上 才有辦法負擔得起這樣的生活品質 對 但問題來了 許曉鑫跟他老公兩人都是跟我們年齡相仿的公職人員 是這個齁其實說真的啦 會賺錢並不是問題 對 問題在於公職人員 如果你會賺錢已經超過大家對於你這個職位該有的薪資 對 就會出問題嘛 有時候不只是人設 你看來現在這是呱吉 也是跟我和曉鑫同齊的同齊的同齊同齊的他曾經拍過一個影片分析過助理費 欸 這個是時報時銷 其實這不是給我們的錢 除非你是高鴻安 不可能成立小金庫去買金品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好 然後研究費這等於是薪資 薪資一個月才十三萬多嘛對不對 然後開會的出席費 但是不是天天開會 對 一年大概開會一兩百天而已 然後衛民服務費 這個是要拿去開服務處的 喔 什麼你跟選民做服務啊 或者是你租服務處啊 你打電話這些等等 春節未問金就是年終獎金的意思 對 一年噪不噪噪算下來 如果你從議會領到的錢 大概是兩百出頭 可是你有很多的支出項目 包括你的辦公室租金 就要用這個衛民服務費裡面刪掉 而且通常還要自己補 你在大安區去哪裡找兩萬塊的服務處 你告訴我 大安區約一個月十萬 所以落選之後 沒有辦法繼續租啊 然後接下來助理 要買電腦辦公室要什麼 這也都是議員出嘛 不可能像高鴻安一樣 咖啡機叫大家的小金庫來出嘛 辦公室的支出 你看我們沒有像高鴻安一樣 所以我們又必須來自己付公機金 對不對 都是議員要出 服務市民的系統開發費 這些所有等等呢 只要扣掉了這些支出之外 一年你實際上能夠收到自己的口袋的 差不多一百二十萬 大概對 因為呱吉是比較高鋼 搞這種開發費 大概一百二到一百四十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議員的實質收入 算起來呢 其實就跟一個公司大概月薪十萬 中間主管 中間主管 對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許曉鑫跟他老公 雖然說一個當議員立委 一個當官 可是兩個人帳面上所有薪資加起來 可能一年能夠領到的薪資才四百多 對 可是為什麼一年四百多的薪資收入 生活可以過得像是年收兩千萬 是 的水準 對 所以這就是人家覺得他們厲害的地方 是 這也是大家覺得很想要分享的 他分享這個訊息有沒有 你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三十幾歲兩個年輕人都做公職人員的時候 竟然可以過出相當於年收兩千萬的生活頻率 是 對不對 因為這個許曉鑫跟劉彥禮 現在好像是台灣經濟很好的代言人 是 對不對 在這幾年之間 他們從這個非常普通 非常平凡的 現在的變成說 不然怎麼樣 你咬我 對 你我有違法嗎 你咬我怎麼樣 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而且包括財產申報 沒申報 違法了 不然怎樣 你咬我 哪里LV講錯就要被告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看出來是高仿 立法委員怎麼可能穿高仿 對不對 我沒有看出來你穿的衣服是仿帽的 我也要跟你道歉 對啊 這個是什麼邏輯 所以今天這整個風波延燒下來 你可以發現說 徐曉星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哦 他不知道到底要讓選民覺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民意代表 對 一般的民意代表 像他之前 饑餓如愁 不能有任何一絲的污點 對不對 如果有人被拍到說 手碰到一起的照片 就會說這當中有性騷擾 然後在這中間變到自己的時候 一切的一切都是接避者的錯 對 大家要注意哦 以後你不能揭發徐曉星違法的事情 不然他會說你要跟他道歉 以後你不能問他說 請問你這個一百萬的金流到底跟詐騙公司有沒有關係 不然他會說你還想要我怎樣 我把這個番茄醬講成醬油膏不行嗎 以後呢你不能再問他說你的家族裡面到底你知不知情 因為他會直接跟你說關你差事 對 這就是許曉昕現在面臨到的 怎麼跟過去那個他呈現的極餓如愁的他 呈現的那個平凡接地氣的他 完全不一樣的面貌 那現在許曉昕呢 最大問題就是說 他希望趕快極力來洗白自己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呢 許曉昕昨天穿了UNIQLO 說你看我都穿UNIQLO 我覺得這個本質上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危機處理本質上很大問題 就是說你今天穿UNIQLO 不代表你過去這些不存在啊 這是兩件事嘛對不對 就更長的事情是什麼 他又被這個網友提報 這個UNIQLO現在是新款 就是剛剛才上市 對不對 是不是你去買的 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只是說網友會這樣質疑嘛 狀況是這樣 我們今天談許曉昕兩件事 一個叫做什麼 人色崩塌 對不對 從早餐店女孩穿著拖鞋 在那邊爬爬罩 到變成貴婦嘛 對不對 這都叫人色崩塌 第二個叫做什麼 業力引爆 對不對 阿川 過去巧昕 其實有揭發林秉書嘛 對不對 林秉書當然是個爛人 我們完全瞧不起林秉書這個人 可是問題是 他那時候林秉書買了一個勞力士 對不對 然後吃了個上海菜飯 對不對 他就說他什麼叫做 上流生活 對不對 然後呢 管碧林啊 誰誰誰啊 去林秉書那個留個言 就說林秉書是 叉叉派系 有的是說新潮流什麼 不管 這個會不會太雙標啊 林秉書當然現在又要用阿起來嘛 他當然大家說他上流生活嘛 大家看到吃這個 掛這個杯子 請客樓的菜飯 現在的年輕人 大家也希望手上一個什麼杯子嘛 女生想要有一個香奈兒嘛 有一個什麼項鍊嘛 人家誰都有送他女朋友 我為什麼沒有 昨天那個九宮格出了海西多少男朋友 你知道嗎 都是你 都是這個有沒有 都是你 大家都說連連看 說人家為什麼他都有 我都沒有嘛 都是你講說情人節送老婆一些禮物過分嗎 對嘛 我有講嘛 有 搞得全天的男人頭都大 對 但是每一個這個包小織女 每個人都想要向善嘛 這個本來都是好事情 但是當時講林秉書的時候 講得這麼難聽 就是說你為什麼有這個 原來你可能是去網軍啊 你是網軍啊 你洗錢啊 你有違反國安法 你周周請客 名表西裝應有盡有 所以這個換作這個徐巧鑫 那這些話可不可以都用 不行 他說你認錯LV 我告你 第二個 林秉書說他去抓零 他去抓零 抓零也有事情 意思就是說你為什麼有錢 你為什麼有錢按摩 你為什麼想這種高檔的按摩 你一定是跟這個什麼 哪一個派系很好很好很好 去抓陳時中去抓到一張胸 他覺得你有經常一高檔這樣抓嗎 很多人常常常常常 我們很多人說 我可以跟你照一張相 我們就說好啊 當然得說好啊 我們也不會說 誰要跟你照相 你是誰要嘛 好好 去抓到林秉書去討到陳時中 他就說疫苗 為什麼林秉書說 可以去喬疫苗 所以叫了什麼三四 四十幾個人可以去核心診所 打疫苗 這一定是特權 那陳時中應該跟林秉書之間 有什麼疫苗的關係 然後還連什麼 第一個他先連遇到陳松 拍張照表示陳松有挺他 很熟 林秉書在外面 臭打說他可以喬疫苗 就說是陳松給他喬的 最後再連什麼呢 難怪林秉書這麼有錢 可以跟民進黨人物吃吃喝喝 打情罵俏 買勞力師跟頂級西裝 都是陳松給他發財 哇 你就這樣 平常就這樣連人家 這個連連帳 我們沒在贏 這個給國昌老師 有在贏 接下來是什麼 他這兩天要回家 他們都帶去新宿 然後在東京住在這堂 這堂開直播 然後去抓人家什麼 他媽媽家裡的房子 去用臺北富邦 去貸款的事情 他頂了也去人家說 許巧欣 許巧欣說這個四叉貓 去領到林秉書上的草莓 林秉書上四叉貓 兩盒草莓 所以連連看也連起來 四叉貓就是林秉書犯罪集團議員 你說這個草莓九百九 這如果我看起來 這哪有可能九百九 這我看不見 這就幾粒而已 怎麼會九百九 日本的你不滿了 送這個我們不滿的東西 送兩顆草莓十幾粒而已 哪有什麼九百九 我們不滿的就是不滿 對四叉貓來說 我當然只不過說草莓 其實他可能 他開記者會 但是許巧欣開記者會噴 四叉貓五分鐘就吃完了 他也搞不清楚 這兩盒多少錢 然後就被噴了 各位這幾個看起來就是 這個許巧欣在營造一種形象 就當時有一點仇富 有點看人家穿名牌 帶名錶 穿什麼樣的衣服 吃什麼樣的餐廳 還有什麼樣的草莓 這些都是壞人 為什麼有錢可以去吃東西 林秉書你憑什麼 林秉書你憑什麼 可以去吃這種餐廳 可以去帶這種錶 沒事還可以去按摩 然後還可以叫核心醫院 幫你的朋友打疫苗 你可以去買兩盒九百九十塊的草莓 然後管碧林常常去留言 你一定是民進黨的人 一定幫民進黨洗錢 所以這一個這些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七二零八年 這些這些時候 許巧欣其實都在營造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跟民進黨有關的人 你們為什麼可以這麼撐頭 為什麼擠身上流社會 你們一定有問題 那現在這些事情 全部回到許巧欣身上 許巧欣你為什麼那麼有錢 剛剛阿苗講說那些議員的 那些錢 如果真正有在認真做議員 那錢哪有夠 阿苗連一個一樓店面的服務處 就走不去 笑死人 做什麼大安文山的議員 連那個一樓店面都租不起 卡在二樓 對不對 你看現在黃靖平那邊 那裡就比較便宜 老會要承證 把樓去 搞什麼嘛 黃靖平在那個平鎮租兩萬對不對 苗布亞兩萬只能幹嘛 大安文山沒辦法租嘛 政府這些議員包括助理的薪水都不夠 所以有認真做這些 其實政府給的這些公費 其實都不夠 可是為什麼許巧欣還可以過這種 上流社會的生活 上流社會是他講的喔 有太老歷事 有按摩 有吃菜飯 就叫上流社會喔 但是現在在社會上上班的這些上班族 小資女 年輕人 誰不想幾身上流社會 想 誰不想嗎 想 我今天在抒發的時候 就幾個那個在抒發的那些工作人員 就說 你要不要你可不可以 一餐花三千塊吃飯 可以啊 在討論這個題目 你一定可以嘛 對不對 我就點點擠到那裡 然後有一個人就說 一千五就很多了耶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我不可能三千塊太多 然後另外兩個人說 我如果一個月花 用一餐有一餐三千塊 我會願意 是 他們大家不同的 價值觀不一樣 然後我弄完之後就說 老師你會花三千塊吃一頓嗎 我說我趕時間我要先走了 每一個人對這個錢吃飯吃什麼餐廳 他願不願意平常吃泡麵 然後去吃一頓三千塊 或是他每一餐都要吃兩百三百三百 這樣累積每個人都不一樣 是 但是徐曉心你當年是用這種方式去影射別人在上流社會 對 那你今天是在什麼社會 對 人社就完全崩潔了 是非常謝謝阿松 所以莊老師講 我想問創教科 我們今天談兩件事叫人社崩潔跟業力引爆 曉心的人社其實早餐店女孩 還是大家最熟悉的 他要強調是早餐店 就是他是庶民出生 對不對 對 小資女努力 小木寮成長 自己努力 對不對 庶民出生 第二件事叫業力引爆 當然林秉書我也質疑過他 對不對 誰都可以質疑林秉書 我也說過 你是不是跟民進黨什麼什麼派系很好 我都說過 可是問題是 現在阿苗說最好 我只是把你當年質疑別人的魔法 拿來質疑你 你怎麼就說別人是黑魔法 這叫做業力引爆 所以庶大哥你怎麼看這件事 基本上其實許小新 他現在地圖砲一直開 那是一個心理防衛機制 就是說罵我的人都是壞人 所以他罵我都沒道理 都是民進黨的 都是民進黨都怎樣 可是他漏掉一個人罵了 他應該去研究一下 那個朱立倫送我的手機 Google Map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許小新現在迷路了 他的狀況是出現他迷路了 你說在認知上迷路了 他一直想要轉移話題 所以其實就是大姑的事情 他就一直下江流道 又上快速道路 一直轉 轉到最後迷路了 那迷路以後他會進死巷 昨天阿苗那件事情裡面 其實他還出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公務人員接受匯證 是有規矩的 雖然立法委員 但是是泛公務人員 一般的官員只能三千塊 二手衣 那個衣服我不知道多少錢 二手衣你可以隨便收嗎 二手衣收了 會不會有什麼狀況呢 郭台銘今天開的車子 覺得開了一年不爽了 送給我黃松下可不可以 二手車送給黃松下可不可以 可以 又不是公務人員 但是送給阿苗可不可以 那就要申報 要申報 不行了對不對 要是他的新衣服幫送的話 我一定收 你想的沒 馬上賣掉 你都不理你 所以他其實你看 他現在就一直觸犯這些 他亂了 那為什麼亂 其實裡面就剛剛講兩個關鍵 他現在一直 我就在觀察 兩件事情他在迴避 其實坦白講 申報失誤 罰錢 這小事罰錢而已 對他要這麼急著幹嘛 然後後面的是 另外一個 就算是廉政署有講的 你的收入和支出 檢不相當 檢不相當 我們也不是像香港一樣 那是法約和檢察官去查的 不是你自己要自證的 頂多也是罰錢而已 他為什麼這麼轉 他擔心兩件事 第一個我是聽很多律師講 大家現在很關心 他大估的起訴書 裡面如果是 在裡面寫出 一百萬元的金流 如果是寫在裡面的時候 到時候怎麼講 他就很麻煩 所以他就一直轉來轉去 如果寫到 許巧心 許圈心 對 那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的這個收入 這個整個狀況 就變成跟你的搭不上 所以他其實今天擔心的 不是你們講他穿錯衣服或什麼 而是就是收入和支出 顯不相當 對 那顯不相當也合理 你可以做很多事 你可以講出來 但是你也沒辦法 所以他現在的困局在這邊 而這困局越來越轉的時候 地圖泡亂開 然後他現在只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藍綠對決 只要期待藍綠對決 但是情緒勒索有用嗎 因為這是你的私生活 是 靖平就想他的群組裡面 很多藍軍的人說 你們要幫許巧心講話 怎麼講啊 所以他現在困局在這 怎麼講 靖平哥可能這輩子 第一次看到這個牌子 他怎麼辯護都不知道 怎麼講啊 所以許巧心現在就是 我有品牌的 夜令爆或人設崩壞 其實真正核心問題 自己迷路了 是 那迷路之後呢 他現在剩下一個方法 就是搶聲量 對 但是他搶了聲量之後 他的聲望 大概會崩解到不知道到什麼地步去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確實是 但是因為今天我覺得 巧心可能已經開始理解到 整個走錯路 所以他今天完全不受訪 那是益川一直叫他不要再講話 我們也叫他不要再講啊 對不對 都不受訪 所以我想問范老師 就是說第一件事情 巧心開始在降溫 他今天完全不受訪 因為他沒受訪一次 我們就多一個題材講 每受訪一次 我們就多一個題材講 可是范老師他一路走過來 我覺得他面臨到最大問題 就是 他的人設崩了 他沒辦法再跟選民訴諸說 我是早餐店女孩 我是那個會穿著拖鞋 在路上爬爬罩 跟你周遭一樣的人 我的人設是這樣子的人設 這對一個公眾人物來說 是最麻煩的一件事 他昨天在受訪的時候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是中央級的名代 我要update 所以我有一些衣服 的確是比較昂貴 那為什麼 我不能夠丟立法院的臉 這個跟高鴻安買雙眼皮貼 有什麼不一樣 我立法院要拍照 所以要買雙眼皮貼貼 那是大合照 所以阿苗之所以沒選上 就是因為穿著太寒殘 我跟大家報告 有一些非常壞的網友 竟然去找人家 以前在選議員的時候 佔肥皂箱的照片 他佔肥皂箱 在外面風吹日曬雨淋 在這個拉票的時候 一雙血也要新台幣三四五萬 太壞了吧 他有肥皂箱上面拉票 然後呢 這個肥皂箱的 對啊 對啊 那個時候上面 因為你們把上面切掉 你看這麼壞 怎麼只留人家腳 他上面佔肥皂箱在拉票 那個時候那雙三萬多塊 Rodger Vivier 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 所以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他已經預備好了 他知道他過了一段幾年之後 會做理好委員 所以 所以你檢討一下 下次買貴一點的鞋去拉票 好不好 比較有會選擇 下次的 記得買Rodger Vivier的鞋 這樣就會選上了 但是西裝要有金釦子那種 金釦子 表示數你的品味 這是什麼副寬期的西裝 不要亂講